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主题叫做 和老外学不到的英文 那么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经济都不太好 但是还是看到许多朋友 花了一大笔钱去外国人那边去学英语 但是也却见到 好多的朋友都学得不了了之 甚至学到一半就不去了 浪费时间浪费钱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作为大家学英文的步骤一 也就是说你能够先讲个七八成 你再去老外老师那边去学习 这样子才有意义 否则你根本不太会讲 你就到那边去幻想着 自己就会讲英文了 其实到时候激通压讲 浪费时间浪费钱 那么什么叫做和老外学不到的英文呢 各位当你想讲英文的时候 你的脑海之中很抱歉 都是中文 你其实要讲英文 就是把你脑海之中的中文 怎么样子转化成英文 这就是你的英文说的本事 所以也就是说 你能够想到到的中文 立刻就能说成英文 这就是我们教给你的 这是老外教不到的 你呢脑海之中想着说 我们公司里有许多努力工作的人 这英文要怎么讲呢 而且讲的时候最好 还能够讲得比较正式一点 尤其是在职场上的朋友 你讲的英文 如果非常阳精帮式的 对方可能会看你不起 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子 大概大概也讲个七八成是正确的呢 真的非常简单 一二三加四 配合你的声音就出来了 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句中文说 我们公司里头有 这个有字在英文就是主词 一二的 there is there are 所以你等一下说英文 就说there are 有 有什么呢 然后再说三 三叫做许多努力工作的人 可是这中间有个努力工作的 这是形容词 形容这些人 它是四的概念 先别理他 一二三先说 there are 许多人 many people 这就叫一二三 然后再补充这个形容词 以及在地方的副词 在我们公司里 所以英文 there are 一二 有 有 有什么 许多人 many people 叫做三 什么样的人呢 努力工作的人 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字句 先说一个who who指的就是 这些人 work hard who work hard 就是形容前面的很多人 许多努力工作的人 在什么地方呢 in my company 在我们的公司 所以合在一起 所以合在一起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in my compan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in my compan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in my compan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in my company 刚才我们想到的中文 就基本上相当正确的 能够说成英文 如果平常各位照着我们说的 有事没事就念诵 念诵 念诵 声音都非常的熟悉 不是光听不说 不是光听不练 也不是练一两次就算了 而是一直练一直练 你的声音就非常的流利 所以想到中文说 我们公司里有许多 努力工作的人 英文怎么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in my company 这样子 先能够说个七八成 你再去找劳外学习 再去练习一下 其实跟外国人学习 是要去练习 你已经会的英文 而不是到了那边 才鸡同鸭讲的 去和他们学习 你可能会真的浪费很多的时间 却学不出一个成果出来 我们现在再挑剔一点 来挑剔文法 如果说这个who不说可不可以 因为who这个字 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概念 各位看 there are 有很多人 work hard 努力工作 in my company 这样不就挺好了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who呢 好 各位请来听我们的讲解 任何一个英文句子 都是以123加4的观念排列出来的 这是1跟2 这是3 所以123已经用完了 就要开始用4 加上这个4呢 如果是用来形容的 比如说高的 这是一个字 to 就是高的 atomen 所以在英文里面 atomen to放在man的前面 atomen 如果你想说多一点 在房里的 那就是一个片语 比如说电脑 是在房间里的 你要先说 the computer in the room the computer in the room 那么如果你想说 努力工作的 那这就叫做子句 因为这里面有工作 是一个动词 你得要用子句 子句呢 就要多词一句 出现这个who who 指的就是前面这些人 work hard 那么who 担任我们这里叫做手 指着前面的这个人 同时担任子句里的一 work是子句里的二 所以子句里面 也有非常标准的一二 只是它前面 还多了一个手 所以带出这个子句呢 who就是手 又坚韧一的角色 是子句里的主词 二是work 是子句里的动词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who 没有的who 就好像子句里面 没有主词 这样就不可以了 刚才的解释 为什么要有这 莫名其妙的一个这个who who不是谁的意思 而是指着前面这个people who work hard 所以who 是手的角色 指着这些people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who实在是很绕口 干嘛多一个who呢 中文又没有 好 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 改成分词去够 把who省略掉之后 变成了working 这也可以接受 就变成了 many people working hard 跟刚才的many people who work hard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好 所以无论你想说 working hard 或者是刚才的 who work hard 都可以 但是就不可以 work hard 虽然你这样讲 大家都听得懂 可是你表达的文法上 就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写下来 更是不太好意思 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为什么明显错误 这里一个动词 这里又一个动词 在英文里面 动词跟动词 不能够放在一起打架的 所以这个work 一定要变 要么就变成who work hard 变成直句 要么变成working hard 变成分词勾句 都可以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的英文的道理 我相信大家一听 通通都明白了 清清楚楚 不管要说 不管要写 都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很有意思 如果你把刚才这个问题 去请教你的老外老师 你就会发现 你会听他解释 你会疯掉 一个是你并不能完全听得懂 他讲的英文 第二个 是他也讲不清楚 因为这是母语 母语要讲清楚 是很困难的 就像我们说 中华大圣日本 叫做中华银 中华大败日本 也是中华银 为什么大圣大败 都是你们中华银呢 这种很难解释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一个母语人士 跟你讲英文的道理 他也是很难解释 他知道这样用 可是他并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你学了半天 你到底在学什么呢 第一个 你学不上来 第二个 即使你已经学上来了 你也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到时候你去运用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信心 还是没有把握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和外国人 学不到的东西 带出子句来 就是我们的六个符号 其中的一个记号 子句 在这中华银里面 带出刚才那个字叫who who就像一个手一样 指着前面的人 所以这个who就像这个手 手就是指着前面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这个手 这个手就是who 所以各位请多看一句 Jack is 一二 杰克是 是什么呢 the man 他就是这个人 他是什么人呢 who 以前古代的英文 这是受格用法 用who 不过现在都用who了 who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who I respect respect 叫尊重 尊敬 所以这样子 大家看得懂吗 杰克 就是我 尊重的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杰克 那么这句话变回中文 中文就是杰克 是我尊重的人 各位发现 一二 然后 我尊重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三为人 所以Jack is the man 一二三 我尊重的 形容词概念 放在后面 所以就变成who 我尊重 I respect 而刚才说的who 指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我尊重的人 那么这个who 各位看到 它的架构 后面还有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所以这个who 纯粹为一个手 这个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可以被省略掉 直接说 I respect 也可以接受 合起来 Jack is the man who I respect 或者把who省掉 Jack is the man I respect 中文叫 杰克是我尊重的人 英文就说 Jack is the man 后面的who 说不说都可以 I respect Jack is the man who I respect Jack is the man who I respect 那我们在教英文的时候 也会发现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们是中文的思考 所以在写这个句子 或者在说出这个句子的时候 the man 因为照中文的思考 Jack is the man 杰克是这个人呢 我尊敬这个人 各位这边 其实真的很简单 还记得the man 不就是who吗 who就是the man 所以如果你已经说了这个who 就说了一次the man了 你这里又说一次the man 就等于说 这个男人 我尊敬这个男人 英文很奇怪 我们中文是说 我尊敬这个男人 可是英文却要变成 这个男人 我尊重 而他变成子句 所以这个男人就变成了who 所以不用多此一句 不要再说一个the man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英文 好了 总而言之 我想表达的就是 各位看到这样子的解释 大家一下就听得懂了 先学好这英文的步骤一 了解这英文的道理之后 你再去外国老师那边去练习一下 你已经会的英文 不就是非常有用了吗 所以我们六个符号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立刻 学会说英文 学会运用英文 不要花大钱 不要学很长久的时间 把这个一二三加四 英文思考的能力 作为各位英文的步骤一 你的英文马上就可以 七八成的运用出来 然后你再去外国老师那边去练习 再出国 这样子你才不会花大钱 才不会学很久 而跟我们先学习的方式 就是非常经济 非常有系统 快速的学会运用的本事 那么第一种就是寒寿的学习 它有书本版的 有电子版的 电子版里面还有繁体字跟简体字的 那么各位看着书上的字 看着荧幕上的字 听着声音 嘴巴跟着念 一步一步带领着大家 快速的懂 懂完 念诵记住 记住之后 运用出来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比较急的 马上要运用的朋友 叫做面手学习 不论是亲身还是现在 视讯的学习都可以 那么视讯也非常的方便 就在家里一样跟我们面对面的来学习 各位看看我们的视讯的学习 现在的通讯设施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各位的使用的手机 大一点的就是平板 再更大一点的呢 是我们的笔记型电脑 然后家里如果更方便 就是自己家里设有电脑的设备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 学习我们的函授课程 当然更精彩的可以利用这些工具 来和我们做视讯的学习 现在我们简单的来示范一下 视讯学习的一个状况 请跟着我 我们看一下这个123加4 跟着我念 我们现在的1用的叫名词子句当主词 What I want 那我现在想要的 这就是个名词子句 is就是 就是怎么样呢 to learn English well 把英文给学好 来 请念上 反复反复的念 念到滚锅烂熟 舌头呢就变成软了 而且自己会念得越来越不害怕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请念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再来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再快 What I want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好 再来 再自然一点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就这个味道 就这个速度 来念 好 很自然的 好像你真的 就是跟人家聊天 来 对着墙壁说一下 What I want now is to learn English well 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